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家里 要预警赢美兰的米粉底子做的来口 有时在脚趁脚趾那儿刚好饮 正中二十公斤 那时台湾跟美国村两支手里压手 标示友善到旧丸的女儿肚子 走路去学校 博的儿子也偏在镜头头不敢穿 当买入校门的时候 家家拨拨拨的 园子穿乎好洗 充乎老师减着 减着后就股躺起来偷偷照顾好 我家有五个小孩 我摆在镜头 落去也有一个小弟跟小妹 每一暗头 日白楼山时 我母啊就叫我用半汤啊 去水这个辖乡水跟一汤啊水回来家里 把小弟跟小妹洗脚手啊 他们两个是够负责的 我那些年代物资较欠款 洗脚手啊没在用香水问 地库 什么洗法经 六项目 根本听到没有听过 简单用水好给你 油油漆漆漆的 就算洗好心窟 就可以去睡了 一百汤水洗三个小孩的心窟 去当时金本没欠水的问题 洗面更简单 面经有好丹 没有一定对些人的面子 脆皮 安君子生气 面经够堵水 稍微准一个 换第二个 我三个小孩的面子都洗好洗 卵油辛苦 吃够洗手 洗手后汤啊来的水就稍微看漏漏 刷漏来换洗脚 我最初没爱把他们洗脚 手在家吃在家我算的脚 会黏着鸡菜 炒油啊 蜡香 sert面子 有时候还能沾着鸡菜 结果子 相闻整天在桶 焦丁 着鸡菜 鸡菜 粣庹打鸡菜 力酷 它的胶底沾着半粒白 无缘土 这几行都要用从头部 真的有够麻烦还有出油脚菜味 这些事情都是早前的行事 促時 我的視射到孫子背 聽到嘴子開開開 眼睛轉到大大裡 感覺阿公小寒 真真這樣過的 在心來沒說出嘴的時 哪會在那裡沒衛生 去當時 我老母叫我把小弟到小妹的膝子 手洗洗了 就是現代在說的 把辛苦洗給乾淨 現在想起來又吃醋味 用現在的角度來看 感覺沒衛生 像哪小弟說的 蜜蜜吃蜜味 乾淨吃吐蜜味 時間真緊過 我今年也要七十多歲了